俄軍入侵烏克蘭第32日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質疑西方盟友 沒有膽量支持他們抵抗入侵 說只需要盟友百分之一的戰機和坦克就能夠抗敵 梁超明報導 每日在網上發表演說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發表自開戰以來對西方最強硬言論 他質疑西方盟友是否因為害怕而將戰爭主導權交給莫士火 紮蓮斯基表示只需北約百分之一的戰機和坦克儲備抗敵 並不要求更多 但他們以為此等了32日 以時北約向烏克蘭提供了大量手提反坦克和防空導彈 但未供應戰機和坦克 烏克蘭內政部表示俄軍開始針對國內食物及燃料儲備發動襲擊 俄羅斯國防部亦部分證實烏克蘭指控 他們聲稱昨天針對西部城市利玉夫的精準巡航導彈空閘中 一個燃料儲存庫和一個飛機零件倉庫被炸毀 今日俄烏雙方亦同意開設兩條人道走廊 讓民眾設離及運入人道物資 包括一條通道通行被圍多日的城市馬利烏波爾 好嗎 谢谢观看